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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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走了兩個小時 還有多久才會到啊 一下子 你剛剛就說一下子 到底還有多久才會到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就坐在這裡等你 你去拍照 好吧 看在你這種有誠意的份上 那包包 給你拿 好了好了 趕快趕快趕快爬 日常生活中 我們常會用一下子來形容 很短暫的時間 或是很近的距離 今天手臂買通 我們就來學學這一句 再一下子就到了 再一下子 剛剛看到了沒有 一下下 就是很短 短嗎 一下下 眼睛要有點眯起來 再一下下 就走到了 我們情境距離頭就說 你在走很近很近 再一下下就走到了 所以一下子 我們就是用短短的距離來 眼睛要有點眯起來 只有一點點 一點點 一下子 所以不管是時間的長短 或是距離的長短 我們就一下子就到了 再一下子 在這裡我們是沒有打 再這個字的 因為再有第二次的意思 對不對 大家記得嗎 第一次 再一次 有一種again 再一次的意思 但是在這個句子裡頭 我們只是要告訴對方 再一下下 所以它沒有第二次的意思 所以在這個句子裡頭 沒有打 再 好 抵達 到了 走到了 我們剛剛答什麼 到了 到了 就是抵達的意思 到了終點站 就是從 左邊是一堵牆 右手邊到達終點站 這就是到了 抵達的意思 那還沒呢 還很遠 拉開距離 還沒 尚未抵達 你到了嗎 還沒有 因為還很遠對不對 還沒有 還沒有抵達 那將要抵達呢 快到了呢 近了 有一點 留一點距離 很近了 快到了 跟這個有一點異曲同工 快到了 你辛苦了 再走一下下 一下下 就到了 在一下下 留這個一下下 就是這個一下下的意思 路程的遠近距離 我們用這個 這是距離的意思 這裡有多遠 這個距離有多遠 距離就是拉長拉短 拉長拉短 那時間的長短怎麼比呢 時間我們打一個手錶 好 指針 時間很長 時間很長 那很短呢 時間很短啦 很快呀 時間很短就到了 好 所以我們時間是拉橫向的 長跟短 距離我們拉直線到對方的地方 遠近這樣比較好記對不對 我們走路是往前走 所以距離我們拉直線 時間拉長河 所以今天秋米買通 再一下下就到了 您學會了嗎 我要休息一下 再一下子就到了 再一下子就到了 我來看 我們在這兒 再一下子就要走路 才會走路 你太多了 你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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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